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哪一年开始打的吗 我记得是2022年的冬天 那时候我还以为这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 没想到已经过两年了 对 没错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引爆的这场二战以来 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 不知不觉也已经过两年了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这两年当中乌克兰的教会状况如何呢 教会在1月18日晚上 台南圣教会宣教专题 聚焦乌克兰 最后邀请了乙灵基督徒中心的 科百加姐妹 还有乌克兰籍的Dasha姐妹 以及科郭春花牧师 来分享乌克兰的现况与需要 让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现场的报导 1月18日晚上 台南圣教会宣教专题聚焦乌克兰 科百加姐妹 乌克兰及Dasha姐妹 以及科郭春花牧师 分享乌克兰的现况与需要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引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 科百加姐妹分享战火下的乌克兰 如同烈火窑中的痛苦 但由耶稣同行 乌克兰教会投入人道救援 看见福音的果效 Dasha姐妹2007年 因结婚在台湾定居 乌尔战争爆发之后 她积极联络过去所认识的教会与牧者 战争已持续两年 乌克兰不再是媒体的焦点 但战争仍然深深摧残它的家乡 无数破碎的家庭 每天炮弹的轰炸威胁 百姓命在旦夕 许多牧者选择留守家园 帮助流离失所的百姓 教会迎来另类复兴 在绝境中 牧者带领国家官员一同读经祷告 在台湾的基督徒 期盼我们成为乌克兰的好撒玛利亚人 奉献金钱物资或是祷告支持 等候战火平息的那一天 要听小孩放寒假了耶 嗯 那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有啊 因为寒假小孩都在家 所以好好利用这个时间 让他们做一些通常比较不能做的事情 我们家老二昨天就去参加篮球训练营 然后跟教会的好朋友们一起打球 可开心了 哇 我们教会的孩子们跟大人一样 不管在教会里面还是外面每天都想聚在一起 这是神爱的展现 真的很棒 这个寒假也因为爱主的心 教会利用寒假孩子们都在家 把握机会踏出福音的脚步 派出短宣队哦 是的 就是这一周 1月22号到1月26号 这个期间 我们将会派出总共三支寒假短宣队出去 地点分别是小琉球 去山嘉恩屋和将军乡的昆森国小 将军乡的昆森国小 是今年新开拓的短宣地点哦 虽然寒假短宣比较短 但是我们还是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透过许多有趣的品格活动等等 在孩子们的心中撒下福音的种子 嗯 这个礼拜冲击台湾的汗流 也挡不住弟兄姐妹们 因为爱主而热血沸腾出去传福音的心 真的很感动呢 是啊 所以没有参加 营队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一起为每个团队守望祷告哦 好 Inky 每年过年你们家会吃团圆饭吗 嗯 会啊 每到这个时候家人都会欢聚在一起 我每年都很期待哦 嗯 我们教会各牧区每到岁末年终的时候 也都会举行牧区年终聚餐哦 各牧区的牧者 同工 小组长们 都会安排许多精彩的节目 让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团契中 身心灵都饱足 各牧区弟兄姐妹如同一家人 吃团圆饭一样 同享主内家人欢聚的喜乐 以上就是今天的恩氏新闻 不久后就是农历新年了 那主播们也在此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再见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